昨天基隆地区豪雨不断 基隆河山区长道雨400毫米雨量 原山子分红到昨天晚间7点40分 达到最高水位65.76公尺 最大分红量高达每秒795立方公尺 打破近十年来的最高分红记录 受到热带性低下影响 原山子于昨天下午2点开始分红 将接近1500万吨的洪水 透过隧道分流至东海 减缓大台北地区的水管威胁 分红时间高达18个小时 为今年第二次分红 并于今天早上7点40分左右结束分红 和尚深处表示 原山子分红到能够将81%的水 直接由隧道引导入海 有效减少基隆河洪峰 保障下游瑞芳 七堵及细致电 等地区的安全 减缓水 减免水患的威胁及损失 以上现场最新主播 好 主播给观众 记者现在的位置呢 是在台北士林的三角度停车场 因为昨天台北下大雨的关系 所以导致说三角度这边 有淹水的情形 我们隔天一大早回到现场 可以看到昨天因为淹水 所以呢有一些泥沙 它是也都也夹带上来 因此呢在今天一大早的时候 这些居民他们是分工合作 拿着水管或者是扫把以及刷子等等 要来把这些泥沙给清澡 他们是一起持续的在这边分工合作 而除了淹水之外呢 所以昨天北市府也宣布要关部分的水门 在晚上六点的时候开始宣布 并且呢如果你还没有把车移走的话 就会在晚上十点的时候交给交通队 开始来移车 总共呢是有148辆的汽机车还没有移走 而交通队从10点开始移车 到了凌晨12点的时候已经移了106辆车 所以呢其他还没有移走的车 可能就会被开罚 另外在凌晨12点就会把水门给关闭 除了呢其他这个还没有移走的车 这些被交通队移走的车呢 也将会跟他们收取移置费 以及保管费以上最新主播 好主播一位观众 新北市汽纸前东路120向这边 昨天因为下大雨 这样积水严重 导致说后头呢 有一片围墙是整面的倒塌了 不过经过一个早上的抢修 其实目前地板上的这个砖头 都已经清掉了 不过呢目前这条道路 还是暂时封闭的 就是因为说后续要做安全性的评估 为什么要做安全性的评估呢 可以大家来看到 稍早倒掉的这个围墙啊 其实是这一面墙跟它是连在一起的 那其实这个墙呢 它其实是相当老旧了 已经大概是有五十多年的历史 可以看到它旁边已经有明显的裂缝 甚至呢是跟这个前方 这个新的墙面 是已经不是贴合在一起了 因此说它现在旁边的这一面墙 倒落之后 现在这一面墙等于是少了一个支撑 那这样子又有倾斜的风险性在 有没有可能呢 下一次下雨太大的时候 又或者是有其他地震的时候 就会发生再次倒塌的风险 我们先来听一段稍早的访问 撞碰是不是 对对对 这就是说那个墙 好像说本来就有裂缝吧 好可以听到其实稍早标减局的 相关单位的主管 以及公所的人 还有里长这边 都已经到现场来进行初步的会刊了 那他们也表示说呢 其实经过现场大概查看之后 确认说今天 这一面老旧的围墙 确实会来做拆除 那么拆除了之后呢 可能才会开放这个 前东路120向这一段来通行 一直停止住在附近的民众 这几天经过的话 要多留意多多小心 以上现场来自最新的情况 交换宝贵主播 今天上午来说 白天再明显许多 整个下雨的情况 可能在晚上入夜之后 稍微缓和下来 不过整体来看 在大台北跟宜兰花莲地区 大台北跟宜兰花莲这些地方 可能还是有些下雨的情况发生 另外新南风的影响 可能造成在中南部地区 还是有些下雨的情况发生 大使在大雨中行驶 经过消防车后 下一秒看见路边 有大面积凸起的坑洞 看了相当傻眼 直说刚刚是发生大地震吗 受到热带新低气压 及低压带影响 22日全台各地下起好大雨 雨是从白天下到晚上 各地也不断有灾情传出 在台北天母东路 路上所有车辆塞在一起 还有轿车和休旅车 疑似发生车祸 而行天路段的驾驶 拍下停车隔边 严重隆起的坑洞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而根据调查 疑似是因为好大雨不断 才会造成路面坑洞隆起 相关单位已经进行抢修 东新闻台北报道 好 主播以及各位观众 西北市西纸前东路120向这边 因为昨天呢 积水太过严重 导致后头的整片围墙 是被冲倒了 那么今天一大早的时候呢 公所的这个外包商 已经派人前来 将这个地板上的 这些瓷砖给清理干净了 原因就是因为说啊 其实这个目前 这条道路还是封闭的 虽然清完了之后呢 后续要做一些风险评估 才可以决定说 这条路到底要不要开 不过昨天其实在这个 青岛的当下呢 导致后头这个积水啊 全部宣泄出来 甚至是不少泥水 可以看到现场 这些摩托车 统统都是昨天 被泡在这些泥水里头的 可以看到上头 还有一些这个树枝 以及这些落叶 原因就是因为说啊 昨天这些机车型 是停在后面的嘛 那么像是这一台 也是很严重 这边也是有一些刮痕 甚至呢 这一台看起来还是新车哦 就没有想到它的板件上 也是出现了 这些大大小小的刮痕 车途一定是相当的心痛 不过真的是还好 这些机车当时上头 都是没有人的 都是空车停放在后头 所以才没有发生 这些人员的伤亡情形 不过这种动啊 总共受损的机车 大概有十多台这么多 那这些机车 现在全部都变成 像是这样子 都是布满泥土 跟这些落叶 跟树枝的状况 所以后续可能清理 也是需要一段时间了 不过公主单位这边 以及这个里长这边也有来提到 后续除了做这个现场的风险评估之外 就连这个围墙 这个旁边标减子的围墙 到底剩余的要不要拆除 也会和标准局这边来讨论 来进行后续的决定 以上向最新交还给我们的主播 来看到不只是新北 位在台北市大同区的 大龙洞设宅也严重淹水 画面上可以看到设宅的楼梯 就像淋浴间一样 不断由水洒下来 初步研判 疑似是B洞屋顶 水塔上方平台的排水孔无法排水 造成积水往下沿着逃生梯 一路流向了一楼大厅 而今天将会请电梯业者到现场检测 也会检讨顶楼排水系统故障的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不由路断裂 地基被掏空远景 赶快拉起封锁线管制现场的交通 这个画面看起来是相当的惊险 整条道路出现巨大的裂痕 而之所以会发生这个情况 是因为连日的大雨不断冲刷导致 这发地点就位在台南的关田一处山路 这个地方在7月台米台风来袭的时候 就曾经发生道路破损 想说最后恢复通行 不过这一波大雨 关田区24小时累积雨量达到了150毫米 22号中午又再度传出灾情 地基车都无法通行 粗估这个路基掏空超过了50公尺 大约有60多户住在山上的这些住户 必须要绕远路才能够进出 出公所目前已经跟市府来会看过 但要跟农业部来申请 修复的经费大约2000万元 来施做整个工程 那么以上就是现场提醒 好 这几天各地都有局部大雨 但熟丽知道吗 再大的雨势都不如我与你 那今天午后的下雨状况会是如何呢 马上把时间交给熟丽 好的 众乔 那我们赶快跟着观众朋友 我们一块来看看 现在这个雷达回波图 那么您可以看到 事实上这是雷达回波图结合了风场 整个台湾的天气今天依旧不稳定 那我们要告诉大家 今天这种好大雨 还要在一天的时间 不过尽管如此 南台湾的降雨 其实会跟前两天比较之下相较 今天会比较明显趋于缓和 那么以现在这个时间点 您可以看到 事实上主要的水汽 都是在台湾海峡上面 那么台湾这边 一来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二来南边还是比较偏南风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目前有雨 而且雨比较明显的 分别在一南跟一北 另外就是在海峡上面 金门这边 那么以石雨量最大的地方 屏东的加东 现在石雨量有14毫米 供辽这边的话 也有15毫米这样的石雨量 另外金门注意了 金门今天依旧还是有好大雨 目前像是金门的金沙这边的话 石雨量也有10毫米 我们再从雷达这个卫星云图当中 我们就要带您一块来看看了 目前事实上全台各地云都多 而且受到这低气压的影响 今天低气压还是持续的影响 在整个台湾的天气 那么由于因为一个北风 一个南风对峙的情况之下 那么您可以看到 在整个台湾北部海面 有一道封面 那么这封面今天也会略过台湾 所以今天来看的话 其实比较不稳定的 还是以北台湾为主 至于南部来看的话 其实前两天 除了受低压带影响之外 另外就是西南风上来 所带来强劲的这些水气 因此让南部地区这两天 都是下了这种好雨的 等级的雨量 那么今天来看 其实太平洋高压 已经把这些南边的云气 南边的水气 往大陆南海这边推 那么因此今天相较之下 南部的降雨 就会比前几天来得趋缓 但是局部还是会有一些降雨的 我们从雨区预报当中 特别提醒大家 今天我们用的是三格的雨区预报 最主要就是要让您很清楚地看到 什么时间点 是整个豪大雨 还有雨是最强的时间点 以今天上半天来说 虽然有雨 但是北部跟东半部 甚至南部地区来讲 都是这种短暂雨或是短暂震雨 真正的明显雨是猛烈 会落在中午左右 甚至中午之后 最主要就是因为又有热力作用 那么因此尤其在北部 宜兰甚至花莲 还有北部山区的话 要特别注意 依旧对流旺盛剧烈 会有强降雨 剧烈降雨的发生 那么因此不管是在山区或者脆弱的路段 都要特别小心 防汛的工作 防灾的工作 在今天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 相较之下 南部地区的降雨 就会明显缓和 那么到了这个今天的下半夜 也就是深夜之后 因为整个低气压 就会被推到大陆 所以整个降雨 整个雨势才会明显的趋缓 从地面天气图当中 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看到 整个太平洋高压的势力 现在叙事待发 那么明天就会把整个低压带 往大陆这边推移 那么因此明天整个低压的水气 就会在南海跟华南一带 台湾整个这种豪大雨的现象 在明天就会趋缓了 不过今天来看的话 其实沿海虽然气象鼠 把这个路上强风特曝给解除了 但是海边依旧还是会有 八到十级的强阵风 海面的风浪依旧都还是有 三到四米左右的浪高 未来这一个礼拜 很多朋友都在问熟丽说 到底这样的豪大雨 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那我们要告诉大家 明天跟后天 也就是礼拜二礼拜三 当整个低压带远离之后 台湾的降雨就会趋于缓和 甚至明天不下雨的时候 就会出现太阳了 但是礼拜四到礼拜天 也就是下半周的时候 因为东北风要增强 所以北部跟东半部降雨又会增加 那么中南部则是以 这种午后雷震雨的天气形态为主 不过周末的天气 跟现在这种豪大雨 完全是不一样的等级 因此再次提醒 就今天豪大雨要在一天的时间 尤其在北台湾的部分 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 时间再交还给众翔 国道上下大雨 驾驶开的小心翼翼 突然隔壁的车道 一辆跑车先是往右偏后 挡到了车子前 再直接在眼前转了一圈 跑车转了一圈后 停了几秒再继续的往前开 后方的驾驶吓坏了 频频骂赞话 驾驶在22号的下午4点多 在国道1号北上 台南325.6K处 忍得路段 两车还好不是平行行驶 再加上后方车的车速 因为下雨的关系 速度不快 可以及时的减速刹车 没有造成了意外 怀疑是因为天雨落滑 跑车一次遇到了积水 造成了打滑 东森新闻在台南报道 等会员 reserve 拉打滑 感谢观看